波蘭日前以涉嫌間諜活動的理由 逮捕了中國科技公司華為 波蘭分公司的一名中國級高管 和一名波蘭級工程師 華為迅速和這名中國級員工做出切割 把他開除 這與華為首席財務官孟晚舟被加拿大抓捕後 中共和華為全力營救 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也引發輿論嘩然 華為加拿大公司1月10號發表聲明宣稱 永遠不會為中共政府充當間諜 話音剛落 另一名華為在波蘭分公司的 中國級高管王偉晶就因涉嫌間諜活動 被波蘭方面逮捕 而華為僅在事發一天之後 就決定開除王偉晶 在回應聲明中 華為說 王偉晶因個人原因 涉嫌違反波蘭法律而被逮捕調查 這一事件對華為的全球聲譽造成了不良影響 法國國際廣播電臺質問 華為在拋棄尚未認罪的王偉晶一事上 速度之快 態度之決決 超出正常企業的做法 這與一個多月前孟晚舟被抓時的態度相比 是不是雙重標準呢 孟晚舟被捕後 中共盡一切可能爭取讓她獲釋 除了施壓美加駐華大使 官媒輪番上陣 還不斷上演人質外交 旅美時事評論員唐靖遠說 王偉晶和孟晚舟被抓後 面對的待遇強烈反差 首先是因為兩人在中共體制內的身份不同 其次 唐靖遠分析 孟晚舟涉嫌的罪名是欺詐銀行 是屬於商業性質的指控 並沒有真正觸及到華為的痛處 王偉晶設計的是間諜罪 是第一個把華為和中共情報機構 直接聯繫起來的案子 真正打中了華為的要害 所以華為寧可背上不意的罵你 他也要迅速的斷尾求生 唐靖遠說 中共輕力營救孟晚舟 還因為擔心類似事件如果不斷發生 可能會引發連鎖反應 她要確保體制內和孟晚舟有相似情況的 而切割王偉晶是為了挽救在歐盟的華為市場 因為波蘭是華為在歐洲的大本營 是第一個準備採用華為5G技術的國家 波蘭基本相當於是中共在歐洲市場的一個樣板工程 如果中共全力保王偉晶 很可能會因此得罪整個歐盟 這個損失會遠遠大於得罪加拿大 因為加拿大對於華為來說 這二者之間的這個份量是不同的 據媒體報導 王偉晶在調任華為之前 曾在中共駐波蘭領事館工作 這種罕見的工作履歷 讓外界普遍猜測 王偉晶是中共間諜的可能性極大 大陸金融學者賀江冰說 繼自帶乾糧的五毛自乾五之後 王偉晶可能是第一個自乾諜 事發後 波蘭政府表示 正考慮禁止華為在波蘭市場的運作 時事評論員夏小強認為 華為和中共火速切割王偉晶 主要是為了緩解華為面臨的國際抵制危機 王偉晶事件再次說明了華為與中共的關係 而華為的做法也變相承認了 它與間諜案的敏感關係 有網友說 黨保護的不是孟晚舟 而是她知道的秘密 一旦沒有利用價值 她的命運一定比王偉晶淒慘 就在布蘭媒體報導逮捕王偉晶的同一天 華為加拿大公司負責公共事務的高級副總裁 在布拉德利宣布辭職 網友形容 布拉德利是個聰明人 所以跳船自保